飞夷 你们竟然敢袭击我们帝法学院 等着我们的报复吗 我等着你们 师父 你为什么打晕啊 你个傻小子 跟人家玩自暴 打不过可以跑吗 还死撑着伤势变身 师父 好歹黑爷爷也拜托我去救人了 临阵逃跑 不好吧 看来你还挺有责任感 我跟你扯闲了 师父有话问你 师父请说 在我到之前 你除了接体战甲外 是怎么大伤震退孤独猎的 我也不太清楚 在那一瞬间 好像被拉到了圣兽的面前 圣兽帮了个忙 是圣兽的传承空间 你果然是传承之子 圣兽是在护有传承之子 那我以前梦到的应该不是假象了 确实是圣兽在呼唤我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圣兽 对了 之前的梦里 圣兽跟我说过十八年之气的事 看来圣兽的力量 估计要在这个阶段苏醒了 不见凶手组织那里也是感受到了 否则不会大规模出动战将 围剿圣兽派别好苗子 师父您在说什么 我本有理四方 调查四省传承空间的事情 结果在路上听说 龙法 赤火学院等三所学院 全部遭到凶手组织袭击 我猜到他们也会对地法下手 所以赶了过来 什么 凶手组织同时袭击四大学院 好大的胃口啊 四所学院 学院损失惨重 多个高品荒手战地的学院死亡 边赤火学院抚院长 先战死这么多年 圣兽派别的人都松懈了 既然凶兽能够感应到 圣兽力量的复苏 那我以后想必危机重重 以后的路不好走 但既然你是传承之子 这是你必须要经历的 其实非依他们活跃还好 我怕的是 四兄的传承力量 已经提前觉醒了 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 前路漫漫 师傅 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 听着 我让你进去地法学院 是因为 地法学院有一处 能够感应到 死生力量的房间 但只有 地下大功的人 才可以进入 正好这次你可以 回事也去外面调查调查 不能让凶兽组织抢先了 我和你 我给你 快天 快 出去 快 ت